留言当中,我是文杰 自由高照,我是好闲 来到中华圈的新闻 那我们谈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我们看到的一个新闻 就这里有说到 中国山东男子冷冻妻子的遗体 希望他可以复活 就是继续他们的前缘 是的,那在这个中国山东 就一个49岁的女子 就展文莲 今年在五月因为肺老去世 她在去世之前 肺癌,对,去世了 那她在去世之前 其实丈夫就是代替她 将这个遗体做捐献登记手术 那她就成为第一个 国内机构进行人体低温保存的 一个志愿者 那这个遗体将会是放在 摄氏度零下169度的气温 中就是做这个保存期 就是长期的保存这个遗体 不被腐烂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做法呢 如果你要为了保留机子的遗体的话 用这个方式的话 我觉得是看你怎么想了 但是如果是成为第一个志愿者呢 因为这一集我写到 就是第一个由国内机构里面进行人体低温保存的这个志愿者呢 因为它是第一个 那这个医生有说到 为什么人体呢 这一个因为人体的这个低温保存能解决生死 这个终极考验呢 就会让这个 他说就是好像病人并没有死 只是生命处于这个暂停的状态 可能这一个就是他们为了要突发在医学的一些 一些医学上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可能他们是拿来做实验 因为他们都已经说到这个 他们只是用 他们是第一个志愿者嘛 就是用这个进行人体低温保存的这个志愿者嘛 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可能就是要在医学上做一些突破的东西 可能在做自己实验啦 对 他说他这个这个人体低温保存呢 是目前唯一能带给就是身患绝症的病人和家属的希望的项目 因为他能解决就是生死这一个终极的考验 呃 就是留给就是给家人留一份希望在吧 就是对于这个扎女士的情况呢 他说应该理解他是将自己就是捐献出来 用于就是探索人体低温保存的这个呃 是实验的研究 所以呢呃 这个医生也有负责人有说到啊 他的家人也是很可明白到这个项目本身的风险还有失败的可能 他的现身呢是为了这个科学的事业 也呃 可能因此呢会收获了这个未来复活的一个希望 是的 那他们会相信这个科技 对他们来说复活呢是呃 完全有可能的 那如果这一个呃实验真的是成功的话 成功的话那他将会是这个医学上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嗯对好 那我们谈一下另外一则新闻 呃就是说到呃之前呢就是一个大马女子 遭到这三名的这个轮件案嘛 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进展了 在控控方呢他们修改这个呃 控状的时候呢就呃就换成另外一种呃控状就是叫做呃非常就是严重非礼罪 那三名这个被告尽早就认罪了就成人在女子就是酒后与他新疆 所以根据这个新加坡的法律呢在严重非礼罪下呢 被告呢可以被判就是呃监禁不超过十年的 是那根据这个新加坡的报道呢 涉及案的这三名英国纪约男人 OK就三名 一个是22岁的美容师 一个是24岁的无业者 以及有一个24也是另外也是24岁的美容师 就被告 OK 然后呢他们就是强奸呢当时22岁的一名女生 嗯 然后今早呢就是出现了 在今早呢这个案件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就是啊三名被告呢被修改成非啊这一个啊 嗯 对就修改了过后呢那他们就承认了这一个罪状 对那因为这个今早呢就出现了这个转折嘛 就是修改后就是他就修改了就是变成了这个非常呃严重的非礼呢 就是他们就才承认这一个呃这个罪行啊 所以呢三名被告啊 他他说到啊就是他们异智女男并是非礼他 所以呢他这个舞台泰山呢还有孔星成的就是其中两名被告啊 他们面对的是也就是一项用手指去非礼女郎师处的这个呃 呃状控控状的 所以案情呢是说到啊 其实三名被告的和另外五名的朋友呢是来参加这个音乐节的 呃而且他们住在其中一家酒店里面 那三名被告的朋友就是呃 另外朋友呢就是李塔呢就是 其实在当前的五月呢在夜店狂欢时呢就认识了一个叫做呃一个23岁的大马女生 那这个女生呢就和这个李塔学生呢就是在酒店发生了一夜情进行了好多次的这个性交 因为过后呢也是喝酒呃也非常的累所以呢他们在酒店睡着了 那另外就当这个被告被告知道李塔里面有人的时候呢 因此呢他们就是到另外一间呃酒店房间里面聊天啊呃所以呢当时当这个李塔就是后来凌晨呃凌晨四点时候就离开这个房间 所以呢就好让这个孔星辰呢让和这个女生就是就是发生关系 对那李塔之后呢又到另外一个客房说呢 哎对朋友说哎你们应该和这个女生上船等等的 所以呢导致呢就是有三个男生就是和这个女生就发生了一个呃这个关系的 是的那其实这一个新闻呢嗯其实他们本身就是我相信其实如果说如果要真实做成了一个呃强奸罪的话 那我觉得始终我自己本身觉得这个也不不导致于强奸罪那么的严重了 因为呃如果强奸的话只是说呃双方面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而到发生一个新关系 那其实这个是喝醉酒嘛那喝醉酒那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喝醉酒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那如果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呃案件呢就是改就是被转就是被被一种另一种形式下控告 那我觉得这个是更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 是因为早前呢他是说这个女生呢有说到是自己是被霸王硬上宫的 所以他们那时候才被判是强奸的 但是因为有转折呃呃在这一个呃呃有这个律师代表呢也有 因为呃呃说了一些呃呃帮他们有一些在在呃呃输送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转折点嘛 那好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呃呃就转到叫做也非严重的就是非利安哦 我们说下另外的新闻上呢呃呃说到酒在沟 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守旧行动呢是结束了 现在呢呃他们确定是有6人是失踪的 根据最新的数据是6人失踪的 那这个地震呢其实造成了25人死亡的 然后有525人是受伤的 所以呢这个综合呃中国报导呢上述就有25名这个人就罹难者嘛24人的身份已经获得确认那年级最大的就是分别为57岁最小的就只有11个月大 根据通报就地震造造成呢就是大概有1万呃17万人这个受害 7万3670亿间房间呢就是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那其实其中76间呢就已经是倒塌了 目前呢这个呃收据工作呢基本上是结束了 现在是在等待着这个道路啊而且通讯啊水电啊就是呃等待基本的回复 对那时钟泽呢的带请的丈夫呢周先生呢当时还也在巴士上呃就是逃利了 因为当时候呢有一家巴士呢就是呃经过了走载沟的上这个这个这个上上市的这个灾附近 那这个巴士呢找到这个飞食的击落呢然后他们就掉入这个河谷里面 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已经被捞起来了呃就是他这个周先生呢就比较幸运的就逃生 他说呃这个受救人员呢在车内呢就是和这个逝世的地点呢附近呢找到一些人体的组织呃已经送去了 这一个医院呢去进行这个DNA的鉴定所以呢还在等着结果是不是他的妻子 因为因为现在呢呃呃他们还在寻找着当中哦 然后呢现在有另外一个就是李彦霞的丈夫韦先生呢还是等着DNA 所以说呃为什么是DNA是因为可能那一些肉体的组织可能是他们本身的这个清本器有之类的 因为可能有一些呃呃呃已经去世的事呢就当当时候这个呃飞食弄到这个巴士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罹难者呢就是不幸的被击中 然后一些可能肉体可能已经看不到了所以他们导致需要需要DNA的这个验证哦 我们谈下另外一个就是哎说到这个酒在沟呢嗯因为有地震呢造成了人民呃呃这个伤亡啊经济损失等等的 现在呢呃这个也因为有部分的珍贵文物呢也严重受到这个受损的所以呢这一个呃阿贝州的文物管理呢在星期六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文物受损的情况呢展开了一年五天的这个这个核查的只是单单在检查的第一天呢就已经发现了很多处的 этот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呢出现了 损坏 对 根据这个文物管理所 所长 曾学智表示 九寨沟这个景区的杂鲁市 树镇水魔房 荷叶 在这种地方 就出现了 就是不大不小的 这些不同的损坏 然后呢 就是 另外在这个诺尔盖巴西地区的 多个红军长的 这一个遗迹当中也出现了 就是这个建筑物呢 就有这个倾斜啊 还有就是 这个墙体裂开的现象 对 那陈学智呢 也特别提到就是 鉴于在明朝的太祖年间呢 就是在1379年的时候呢 在元塘松州的这一个 渔城基础家建的这一个松藩古城 其实在城墙意外呢 这个地震中也受损严重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说到这一个 成都的山地灾害呢 还有这个环境研究所呢 这个陈晓信也说到 这一个九寨沟的这个景区后说 就是九寨沟内景呢 就是观整体呢 受损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 大部分的孩子就是完好无损的 后续可能还会产生这些 土石流等的这些自身的灾害 基本的都在控制的范围里面 因为他说现在的技术呢 火花海还有这个 诺日朗布布呢 是可以修复的 是怎么修复呢 修复到什么程度呢 只能有待在考量 所以呢 因为早前这个九寨沟的绝境 就是火花海嘛 因为真后就出现了50公尺的 就是还有深12尺 还有宽20尺的这个绝口呢 水位下降见底 所以呢 湖边有一个小规模的崩塌 就是露出了这些黄毒 导致那个当时的瀑布呢 就是本来是很漂亮 现在变到就是 变得一塌糊涂这样子 所以呢 可能他们要进行一个修复了 让它重现有以前的那一个漂亮仔 说到这个中国传销骗局呢 在船就是又害死人了 对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传销这个东西在中国 传销这个东西呢 在中国 其实是不是会比较算是不骗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之前早前我们就有说到 就是中国这个传销骗死了两名大学生 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骗局 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工作 然后就是把这个大学生骗到来这个地方 那是强迫性的 就是叫他们卖出这个传销的产品 那今天呢 又再传出了这个传销局 害死了一个女大生 就是一去不回头 对 这个大 大就是大二的女生呢 就是叫做林花柔呢 他接到就是这个学长的邀请 就是到这一个湖北中市的一间奶茶店呢 就是打暑期 就是暑期的工作 不然呢 在八月五日的时候呢 就是在中祥市的 中祥市的一条小那黑呢 就是死亡了 然后这个父亲呢 接到这一个警方通知后呢 就到这个中祥市 就知道了 女生 这个女儿呢 生前就是 遭到这个传销组织 就是非法的 拘警 对对对 就是扣留了 这样 然后呢 就收到一份就是例子通知书 然后警方也是逮捕了这个 他的学长等等 就是非法就是 拘警罪 然后 聘前呢 就是案件会展开这个调查的 是 那根据 他的父亲说到 从7月12日开始呢 女儿的通讯 已经开始受到阻碍 可能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就是 被被软禁 然后失去了这个自由 然后就是 他的父亲呢 就非常后悔 当时没有这个警觉性 嗯 然后呢 他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呢 也说到就是 呃 他发出了很多断片呢 显示就是对方 没有回应等等的 诶 女儿你在干嘛 等等的 然后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回复 但是呢 在7月18号的时候呢 诶 这女生就 他的女儿就回复了 他写到 我在外面做事等等的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看微信消息等等 所以呢 有时间的话 呃 我会打电话给你这样子 但是 那女儿发给他爸爸的 但是呢 每次短讯呢 您女 呃 就是这个女生呢 就要等好几天 就是要等好几天 才会回复他的爸爸 所以呢 他父亲呢 就是怀疑呢 他可能被人控制等等的 才会断断续续的 在这个微信上面呢 只好 呃 就是 呃 隔几天 隔几天才会回复这个讯息 所以呢 当当他知道 这个呃 女儿 就是掉入这一个 传销的工作里面呢 呃 他就 他就说啦 这个 林副就说到 女儿生前呢 就是他的房间呢 就只有21平米 就是21平嘛 案前 案发前呢 除了就是女女之外呢 还有其他 就是三名女性 还有八名男性在里面 现在呢 空间是没有人的 留下的是很多 这一个新 呃 立新代 对 那根据这个警方的透露呢 呃 这个林女呢 其实抵达了 这一个呃 中享事后呢 就被这个传销组织非法 禁锢 然后手机其实也被扣 就就就已经 就看我们也说到 就是他其实就是说 不会不会很常回 那其实就因为手机 已经是被扣留着 那就在呃 7月12日到8月4日上午呢 组织就强迫性的 就带他每天上个 并要求2800元的 人民币费用 但是呢 他就是一直拒绝的 交出这2800元 呃2800元人民币 对 所以当地呢 可能要对于这个 非法传销组织呢 要进行进一步的 就是打击 不要再让这些受害者呢 再被骗进这个骗局里面 就像这个人的这个人 看到这些人的 她们说的 这些人的 都那么输入了